2020年是转世转折之年 2021年就是转折转世后的元年 是新格局的一个起始 2021年刚过了4个多月 拜登上台才3个月 美国就连跌了两跤 现在这是摔的第二跤 第一跤大家都知道 是3月18日在阿拉斯加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 被中国掀了桌子 当时美国的意思是 通过开场8分钟的公开会晤 狠狠批中国一通 然后在中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赶紧闭门 其他盟友看到美国的行动信号后 由欧盟率先发起对中国的制裁 如此在国际上 形成对中国的围欧态势 在我看来 当时对话时 美国大放厥词6分多钟 是美国的一次精心策划 目的是要利用媒体 盟友一起围欧中国 中国显然有备而来 中方代表直接把脸拉了下来 然后对美国展开了一轮接一轮的 精彩反击 中国对美国的挖坑有准备 美国对中国的反击没准备 所以那一次针对中国的围欧行动 彻底失败了 在我看来 中国的那次反击是划时代的 因为从这一刻起 美国在想对中国居高临下说话不可能了 一旦美国胆敢那么做 就一定会遭到中国的强力反击 所以自那次反击之后 在中国心里中美 是彻底平起平坐了 中国绝对不会给美国 再欺辱中国的机会 对全球而言 这次撞举最大的意义在于 原来在全球还有国家 但如此与美国当面较量 而美国对此却无能为力 这其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实力 和美国的衰落 所以 那一次中美的高层战略对话 在我看来就是美国摔的第一跤 这一跤 直接把美国摔下神坛 自此世界再无凌驾于 世界的超级霸权国家 因为有了中国这个 靠实力打脸的反霸权国家 美国在两个月之后摔了第二跤 这一跤可能很多人还想不到 那就是这次巴以军事冲突 让美国狠狠摔了一跤 如果美国在中国面前摔第一跤 是因为实力问题 那么这第二跤就是道德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原因是在于巴以冲突前后 美国干了三件事 让美国失去了道德之高点 一 美国在巴以冲突时向以色列出售武器 据华盛顿邮报网站5月17日报道 美国国会消息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已经批准了 向以色列出售 价值7.35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 这7.35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 是拜登政府5月7日通过的 而正是那一天巴以开始出现冲突 这次冲突 挑衅的一方是以色列 内塔尼亚湖政府因为阻隔失败 试图借巴以问题力挽狂澜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向以色列卖武器 这显然是在纵容以色列 在巴以冲突的时候 向以色列卖武器 这已经不只是偏袒以色列的问题了 而是典型的纵容支持 以色列之所以如此不顾后果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在背后站台 有美国在背后站台 以色列就可以有恃无恐 看看以色列在中东的所作所为 比美国还霸道 二 巴以冲突后美国迟迟不发声 巴以冲突后 美国迟迟不发声 直到后来国际舆论出现了巨大压力 以及看到中国的积极介入 拜登才呼吁停火 但同时表示支持以色列的所谓反击 一向号称维护人权的美国 却迟迟不发声 这本身就让人看到了 美国的虚伪与双标 虽然后来迫于压力发生了 但很显然无法令人满意 美国在全世界的心目中 已经彻底失去了道德制高点 三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挠发出一致声明 在联合国安理会 中国提出动议 要求联合国发出一致声音 谴责以色列并要求停火 然而 美国连续三次阻挠安理会通过相关声明 很显然 美国看似中立 实则是在纵容和偏袒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在冲突中明显占优 美国在联合国阻挠 发表一致声明的行为 实际上是阻挠国际社会 向以色列施压停火 说白了美国在纵容以色列 这三件事 客观上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 失去了道德制高点 让全世界看到了 美国根本无法真正领导世界 无法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在这次冲突中 连英国都没有站在以色列一边 西方国家也都很少有 支持以色列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对以色列的袒护 实际上是在拿美国的国家信誉 来保护以色列的利益 在这场冲突中 看起来是以色列占便宜 实则是美国吃大亏 因为 在过去美国总是以人权为是自居 现在可好 面对以色列践踏人权 美国反而变成了支持者 纵容者 如何服众 尤其是面对伊斯兰世界 美国如何能赢得 穆斯林国家的信任 所以在我看来 这事件是美国今年摔得第二跤 这一跤之后 美国在中东的威信将接近丧失殆尽 为什么说这次是中国的重大机会呢 一 中国可借机入局巴以问题 巴以问题是全球地缘政治问题的核心问题 过去美国一直通过把持巴以问题来控制中东 并及此维系美国的全球霸权 然而 特朗普任期内直接废除了 原来美国控制的巴以和平框架 特朗普政府彻底倒向以色列 让原来的巴以格局被彻底打破 基于特朗普的破局 中国就已经开始谋划进入巴以问题 然而 由于没有足够重磅的事件 所以中国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支点 这一次机会来了 美国对以色列的纵容 让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彻底失位 巴以冲突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威胁 使得中国有了从中操作的政治空间 中国在积极主动地推动政治解决巴以问题 这在巴以激烈冲突之时尤为珍贵 所以通过这件事 实际上中国已经彻底入局了巴以问题 以后这一问题是甩不开中国了 而美国也一家说了不算了 二 中国可对冲美国的印太战略 美国在倾尽力量打压中国 印太战略就是想将中国遏制在陆地上 美国从中东撤军 是想聚集更多力量对付中国 然而 美国的软肋其实就在中东 因为美国的霸权的战略支点在中东 而巴以问题就是这个战略支点 如今 巴以爆发激烈冲突 这是一个 对冲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契机 只要中国有力地切入到巴以问题 那么这就是中国牵制美国的有力蝎子 中国可以利用巴以问题 来对冲美国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 三 中国可赢得全球更强公信力 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 还是中国在全球深陷疫情之时的表现 中国都可谓是全球最负责任大国 这不但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的实力 也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的公平与正义 中国在全球的公信力正在快速提升 而巴以冲突 在全世界看来 除了美国可以去斡旋平衡外 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扮演这一角色 包括俄罗斯和欧盟都没有能力去进行斡旋 然而 中国这次的表现却非同一般 不但主动出手 还真的是站在公平和道义一边 毫无疑问 这次巴以冲突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将会为中国赢得全球更多国家的信任 所以对于这次巴以冲突 我认为这是美国的2021年摔的第二交 却是中国的机会 拜登不久前连摔三交 美国也会连摔三交吗 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